昨天晚上刚回到家 今天就下起了大雪 今天高速公路已经封闭了 幸亏是昨天回来了 喂 我马上就过来了 你在哪 我先过来看 你写的是已经取回了吗 取回我是扔到这个柜子里边了 这个怎么没记录 那个带号呢 你买的啥东西 这不是买的东西 是别人寄给我的 寄给你的 那我这怎么没记录 快递取到了 西瓜视频邮寄的一个年中大礼报 现在拉这个小屁车去房车上 给我的房车坐一下减肥 坐一下减重 这小孩在这打雪仗的 摔个屁端 我儿子今天不在家 被他老爷带到他舅舅家去了 他舅舅家在零市的 由于下这么大的雪 高速公路已经封了 我也不能去接他 只能等着雪停了再去接了 先拿着工具 把我的这个电动车的拖车架拆下来 现在家里太冷了 电动车也骑不了 电动车昨晚已经拿回家了 我儿子 第一批就先拿这些东西 燃气取暖炉 有点鸡肋 烧上一个多小时以后 房车里边就有异味了 这是我原来的卡尸炉 这也拿回去 音箱拿回去 试一下在家里创的效果 第一批就先拉这些东西回去 车锁掉 回家我们拆快递了 看看西瓜视频的年中礼盒里装的是什么 一个黑箱子 黑色的皮箱 新的一年里愿你在自己的热爱里闪闪发光 一起拍全家福拍摄道具 里边装的都是什么道具 两个灯笼 西瓜视频 朵瓦子就登录玩了 这应该是挑灯笼 丑旧银杏 红土斩 牛龟虎月冲艺浓 这小队编 小队编不错 这是一个物品清单 灯笼队联 吉祥自画拍摄幕布 扇子扇架 这个就是扇架吗 扇子 西瓜视频 这里边就应该是 拍摄幕布了 长按点赞 人生灿烂 这里边还有一个 西瓜视频的徽章 强烈推荐 茶具 西瓜视频发的茶具 一个 两个 三个茶杯 这里边还有一个茶绿 这杯子不错 这杯子外边有两个小木片 喝茶的时候 手捏在这 不会烫着 可以 一个茶具 一套茶具 带三个小茶杯 以后在房车上喝茶 就用这套茶具了 一套茶具 就这些东西 好